中文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邸陆 那剛剛聽到我們張國晨 因為我們要最愛的 好 剛才我們聽到隱言人講的 許多大象都非常非常贊成 特別提出來就是 經過這一年的 就到2016選舉的時候 我想大家會看到台北市有一些改變 所以會特別強調SOP 他的SOP掛帥 那麼相反於SOP 對於2016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我覺得這個時候特別我們有一個希望 就是他還是要有清楚的理念 就是信念相對於SOP至少是一樣的重要 那麼作為國家領導人面對台灣的問題 那在我心裡第一點就是 台灣目前最關鍵的是分配問題 就是所有的年輕人也最關心 而從太陽花學運也看到 世代不正義或階級不正義 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所以台灣未來的領導人 我們這一點一定要有很清楚的 就是怎麼樣翻轉過去 由於許多的權貴所壟斷的財富 所壟斷的各種分配上的不正義 怎麼樣做一個翻轉 這是第一點 我認為最重要的 也是台灣目前就是社會最嚴重的問題 或者是整個世界潮流之下 各國的領導人都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點 第一點跟第二點是相關的 就是剛剛階人提到跟中國的關係 非常欣賞剛剛階人講的 就是那個無法妥協的堅持 就是中國怎麼樣跟中國 有一個健康而正常的關係 怎麼樣在他們的威脅利誘的壓迫之下 像跟馬政府完全不同 能夠表現出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尊嚴 我們所信奉的價值 怎麼樣在各種領域之下提出我們的主張 這是非常重要的 剛好剛剛提的第一點跟第二點 其實息息相關 就台灣最大的問題這些年來 特別是這八年來 其實就是黨國權貴、政商這樣的一個結合之下 使得台灣目前面臨種種的困境 所以第一點跟第二點息息相關 那麼第三點我認為就是要支持 就是在信念上面 所以未來的領導人要對台灣的 無論歷史、地理或者是文化 有一個非常深刻的理解 特別是台灣四百年來 同於中國的這個大陸塊的價值 我們是一個海洋國家 我們應該放眼 是我們海洋所帶來的機會 放眼海洋所給我們的滋養 所以這一點我認為領導人 應該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的理論 跟對於台灣不管地理歷史文化方面 這種深層的認識 以及從心裡的 這樣很感性的真的是衷心的熱愛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因為這樣才有 那個從心裡起來的這樣的passion 這樣的熱忱 所以即使口才不太好 即使表達能力差一點 可是就是我想我們都會感覺到 那種從心裡出來的這樣的project 帶來的力量 那另外也是相同重要的 就是憲法會是一個問題 那在信念上面 我覺得這位領導人應該要認識 就是憲法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保障人權 保障台灣人、台灣國民作為台灣人的尊嚴 所以在憲法上面就是關於人權的提倡 關於不管是這個時候不管是性別 不管是環保或是農業 對於人權價值的堅持 這也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從修憲開始 就是至少在信念上要非常非常堅持 會經過很多的磨難 可是對於憲法它可以很簡單 它可以對於有一些 就不管是內閣或者是總統制的問題 當然要經過非常非常多的拉扯 或者是非常多的阻礙 才能夠得到全民的共識 但對於人權的堅持 這一點帶無疑義 那最後一點 雖然是最後一點 我講得很簡單 可是也許是在方法上在策略上最重要的 就是對於目前的網路時代 對於怎麼樣用新媒體、新語言 怎麼樣對於透明開放 所有的過程中的這方面的實踐 在柯市長的選舉當中 也看得到這樣的重要性 所以未來的領導人 一定要對這樣的條件 對於這樣的一個實驗 有非常大的興趣 以及有足夠的 就是絕對的信任 相信年輕世代可以做未來國家的主人 許多許多方法上的操作等等 也應該朝著更透明、更開放的方式去做到 謝謝 好 那我想 因為我在這一次的選舉 比較特別是因為我有幫忙柯P 推動公民參與 所以我今天對於台灣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我就有三個條件 從公民團體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我覺得一個總統候選人 應該要有一個很大的戰略 至少是一個對台灣未來百年的一個想像 有一個願景 還有一個夢想 因為只有願景跟夢想 你才可以去召喚公眾的支持 所以你要有願景、你要有想像 那你的氣魄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基本上我認為一個在選 他要能夠改變台灣的選戰 我相信這次的柯P現象 已經根本把我們對傳統選舉的模式 做了一個很大的翻轉 那我認為這次最成功的就是公民參與 當然就是說柯P提出的開放政府公民參與 其實現在正在發酵當中 那公民參與就是如何從選民進化到公民 就是說你不是只有投票的時候 你才是主人 你要平常你就是主人 但是我認為 市長都提到的公民 總統候選人還要再演化 就是如何讓我們的選民變公民 再進化到演化的公民 因為你公民的話 你還是一個 還就是說你會關心公共事務 但是演化的時候 讓你的視野跟思考就不太一樣 因為他就像人的電腦一樣 他不斷會進化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要能夠改變我們國家的體質 國民的體質 那我想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讓他要能夠彰顯我國的文化的主體 那我個人看台灣的文化的發展歷程 如果近百年 就是從日治到中國台灣 然後到現在我們希望有台灣 可是我認為要更有遠見 是世界的台灣 那當你公民參與生活化 文化生活化 那你不用去談統獨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的那個主體性就出來了 那就是不容外族跟他國隨意侵犯的 因為只有文化才是百年的基階 所以我覺得第二個呢 他必須要能夠改變選舉 那柯P帶動的是公民參與 那我希望下一個總統候選人 是帶動一個文化的選舉運動 就是要徹底翻轉 第三個 我認為至少要超越柯P 對不對 你如果一個總統候選人沒辦法超越柯P 那請問你 你怎麼以後怎麼駕馭台北市的柯P 我說我說那個總統候選人 你至少要能夠駕馭柯P 不要說駕馭超越他 讓人家覺得你更逼柯P更好 所以我等一會兒在夢幻名單當中 我其實也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說誰能夠超越柯P 那我所謂的超越不一定是能力 你只要在某個課子上 讓人家覺得他比柯P帶給台灣 未來更多的希望 那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很棒的夢幻名單 所以這是我對於那個國家未來的領導人 我提出了三個見言 謝謝 那個條件跟人選 我想人選大概就那幾個 那剛剛我想國城中講 我想我應該就可以離開了 對 你都在說完 我這個生活要說就說得實際 因為台灣的歷史界就是被認為精英 說話都文宙宙讓人聽不懂 就像那個師公在兩間公法條 便便大家聽 我就收錢 那它改變就是文化 所以我剛剛條件跟候選人 第一個先篩三處法 中國的國民黨絕對不適合 第一個就第一個 不能選這種人 他的候選人跟他跳出來 全部都不能選嘛 我說為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撞黨 有黨產的政黨 是那個黨產又不是政黨拿來的 不是偷國家的就是偷人民 就是偷騙或搶 有這種政黨 這竟然可以存在在台灣 還可以做總統 這代表台灣是一個無名的國家 所以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先宣... 台灣人的尺度 對 本來就是這樣 這就是要刪除法 中國國民黨挑出來候選人 絕對不適合台灣 就這樣 第一的就有名 第二的就有說 其實從科幣現象都看得出來 台灣要用什麼樣條件的候選人 很簡單的嘛 誠實啊 實事求是啊 這就講回來 跟這個 為什麼我一直贊成說 你講到中國黨 這兩個字絕對不能選 這代表一樣 中國國民黨帶來台灣的文化 就是欺騙的文化 大方都給你欺騙 連做官的都在欺騙 做官的從總統開始騙 他從中... 講了政見633到現在沒有一項會搞的 他還是當總統 還跟他做不來 然後說要兼薪水 兼到現在沒有一塊 這全部都是欺騙的文化 而且只有他欺騙 我跟你說 我在法庭上開庭 所有的法官 從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到高等法院 所有的法官都在做欺騙的東西 大家都沒關係啦 都生理磨的 都在騙啊 法律都規定說要怎麼做 怎麼做 全部都不用 大家也沒關係 連官才官在死 法官都沒關係 這一群法律的精英都 把欺騙當做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柯P現象我剛剛覺得一個好就是說 實事求是嘛 所以柯P現象造成震撼 但是大家很多人不適應 我昨天在一個國民黨的場子 他們都在批評柯P 他們不適應啊 那我覺得這麼老學人這麼直白人 他們覺得他白目 講實話做實事人他們覺得白目 標記說這個文化就是詐欺文化嘛 我今天沒時間講 我常演講講兩個小時 台灣都是一個詐欺的社會啦 剛剛講的你買房子裡面你買100坪 建商交給你會給你100坪 絕對不會來這裡說70坪外面什麼樓梯什麼加一加100坪 全世界沒有這種的交易方法 但是我們的登記制度承認 你到法案去告也告輸 這什麼社會 日本時間也沒人了 你去日本買房子 100坪就100坪了 但是大家都習以為常 什麼行政立法之外 都承認這種詐騙 所以柯P應該就從這裡我們去凸顯 台灣要選什麼總統 一個堅實 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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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文化的這個條件 這很簡單 這孩子說就知道 第二就是我在第三個條件就是說 平等主義啦 剛剛講精英主義 我是不認同啦 那個是權貴 專制體制最愛說這個 柯P這個我覺得 像剛剛何中興講的公民參議 他們說什麼價值 平民嘛 有利益大家分享嘛 不可以拼財團嘛 公平嘛 公平分配嘛 公平主義嘛 堅持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 二零一六 領導人應該具有的齁 第三個 我覺得齁 要認同他的土地 要忠於他的人民 我剛剛為什麼講一直強調於中國黨 中國國民 一直強調在中國 但是你是在台灣選金的 你還要去認同 你是要認同台灣還是 忠於台灣的人民 還是忠於中國啊 他一直分不清楚 這種政動在民主社會 連參選的資格都沒有還可以拿來競選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至於候選人 誰齁 我去年齁 這個 有一個美國朋友來台灣 我跟他相約 我希望2016 兩邊都有女性的總統 所以 我認為說還有第四個條件 不要陷你男性 大概是這樣 我想差不多了 好 謝謝大家